SHF最新的貝吉達就是這一隻 在那美克星時期穿著復古的戰鬥服 戰鬥力24000的貝吉達 然後也出了這一隻的再版 這一隻的再版我就不再開了 因為前一版幾乎沒什麼問題 那再版一定不會更差 這一隻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買這個就是為了超銷魂達爾的頭雕 王子的頭雕超帥 四個頭雕 又是這一個暴胸的替換手 然後這邊手掌的配件 這一隻真的算是堪稱經典 在那美克星時期 早期的這一種戰鬥服 尤其是這一顆頭雕 我個人非常喜歡他帶戰鬥的熱氣 史卡特的這種爪樣 戰鬥服 然後裡面內裡都是藍色 手套加鞋子白色 可動方面 頭附近沒有任何的阻礙物 那這一次他戰鬥服這邊的設計 比較特別 你這樣翻開來看 後面有一個這個 旋轉的插銷 所以等於是他可以這樣轉 兩邊都是 那不是往上這邊就提不起來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可以展現出手臂的可動度 手臂的可動度其實展示出來的 這種姿勢 其實可動程度也算蠻大 那胸 腳這裡 搖 腳 那由於腳後面這邊 你都是自己 要自己 喬到一個角度的話 他 的這種可動的角度才會變大 尤其是 前後 你喬得好 就一定可以 呈現一個劈腿的姿勢 那對於 肩膀的這一個可動程度 我覺得 這樣的 修改方式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頭雕 頭雕他就不是整顆頭換 他就直接換表情 那插銷這邊就是 浮上凡事理 是我覺得最保險的 方式 哇 這一顆頭雕真的是帥 每一個表情的耳朵 這邊 都可以做一個拆卸的動作 然後裝上 史卡特 可以呈現不同的表情 然後帶著史卡特的樣子 你要看有沒有正確的 安裝上去的話 就是 看側邊 那這樣子 真的 我覺得 有戰鬥戰爭器 真的是無敵加分 非常非常好看 看到沒有 超帥 最後的兩個頭雕 左邊這個 超級經典 右邊這個也好看 最主要是他的頭髮 都走一個非常早期的 這種貝吉達的髮型 這次環抱雙手的 這個替換件 也有了改變 這邊下面 變成連接式 我覺得比之前還好 因為之前都是一體的 非常難裝 這一次這樣的一個零組件 中間有一個接縫 然後左右分開安裝 我個人覺得 變得相當相當的好安裝 那前提的就是 某個凡事裡 然後非常順利的 可以安裝上去 然後整個又不會像之前一樣 一體成型式的 那麼那麼的難裝 哇 超級帥 這隻SHF24000戰鬥力的 娜美克星 初期達爾 我自己相當相當的喜歡 除了表情 然後整個新的這個 雙手放在胸前的這個零組件 我個人覺得 改的相當相當的好 變得超容易安裝 整體的這種身型看過去 也是符合達爾這種早期 比較矮小的這一種身型 非常非常的復古感十足 超棒 那搭配史卡特 戰鬥爭熱器 整個感覺就回來了 非常非常好看 還有 胸甲左右兩側 上臂的部分 也是這一種 改成全轉式的可動 我覺得也是改的相當相當的不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